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GISBH公司旗下的儿童之家传出性侵 还有虐待儿童的丑闻引起全国轰动 全国总警长拉扎鲁丁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 警方早前援引反洗黑钱反恐怖主义融资 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冻结GISBH名下的96个银行户口 设计金额超过58万令吉 而警方正在从有组织犯罪的角度去调查该公司 预计近期内会传找GISBH领导层问话 同时警方已经向他们发出了出境限制令禁止出国 那针对GISBH首席执行员纳西鲁丁质疑警方 为什么在采取大规模行动之前 不提前提醒或者进行会谈的这件事 拉扎鲁丁则反驳说 警方在掌握到有关案件拥有犯罪元素的时候 是有权进行逮捕行动的 对此他也反问GISBH的首席执行员 难道警方在逮捕行动之前都要先问过嫌犯吗 至于早前救出的儿童之家392名儿童 拉扎鲁丁表示 卫生部已经完成了健康筛查 结果显示 这些孩童的身体还有精神都有虐待迹象 其中有13名孩童遭到性侵犯 但警方不排除还有更多的受害者 另外警方调查之后也发现 儿童之家存在强迫劳动或者剥削儿童的行为 让18岁以下的儿童贩卖商品工作 全国总警长拉扎鲁丁今天联合卫生部 社会福利局和伊斯兰发展局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根据警方调查显示 在早前突击20间儿童之家中 只有两间是合法经营 其余都没有注册 另外 拉扎鲁丁说 儿童之家是成年人在管理 而每间儿童之家里 都会由教年长的孩子 看管其他年纪较小的孩童 拉扎鲁丁也说 虽然GISBH公司对外声称 儿童之家的孩童都是孤儿 但警方相信当中有不少孩童父母 是GISBH公司成员 还有一些孩童是父母未婚生下的私生子 他也不知不知道 父母未婚生下的儿童父母未婚生下的儿童父母 可能他们也不愿意来 拍照给我们 来说这儿童父母的儿童父母 因为GISBH 说这儿童父母的儿童父母 是一个儿童父母的儿童父母 然后对我们的儿童父母 也有了童父母的儿童父母 因为第一次的婚禁 是不承证的婚禁 婚禁 婚禁 更如何拉扎鲁丁也说 一旦有父母现身想要认领孩子 警方将会先展开调查 再交由社会福利局决定 是否把孩子归还给他们